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立的科技战正开始因为这场大选而又创下了高峰 让我们来看一下的报道 在原来科技战里头其实本来最重要就是跟半导体有关的一个供应链 很多人以为说半导体有关的只有跟台积电 但是事实上不是 它其实包括了封装 测试 半导体的组装等等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来到了菲律宾和泰国 他全部的措辞如此 我不改一个字 念给大家听 这是根据美国Bloomberg的报道 他说 菲律宾目前拥有13座半导体组装测试和封装设施 让我们把数量增加一倍吧 你们的国家 整个地区的供应链现在来到了关键时刻 我相信你们是首选 换句话说 在美中冲突的时刻 他们越来越认为台海危机可能会升高 所以要把整个集中在亚洲的一两个国家 最重要就是台湾所拥有的封装测试 组装等等 移到菲律宾去 他也认为在当地会有更便宜 更好的一个价格 另外一个美中科技里头的一个争执跟台湾无关的是 非常著名的振华重工 他们在全世界拥有最好的AI的起重机 前一阵子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 就曾经由美国的国务员提出来 说它的存在很可能从美国的港口里头收集很多的数据 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美国的港口被川普笑说这是全世界第九大奇迹 还塞满了各种货柜 各种轮船 所以码头工人又罢工或者是染疫等等 卡车工人罢工或者是卡车工人也便减少缺工等等 所以这个议题当时被搁置 可是现在重新回来了 他们认为振华重工的起重机 在港口这个起重机 它所拥有的AI收集的数据 很可能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美国的跟中国的科技战在进入2024总统大选的时候 再度进入了高峰 美中两大强群之间的科技战 从半导体 AI晶片电动车大数据生物科技T-TALK 美国拜登政府明白考量生产成本 因此在把生产链入三四奈米的高端半导体移回美国之后 维持了成本考量的全球化生产模式 把战场外溢到了东南亚 美国公司实现了 那我们的购买购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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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多分的 在红 branch的数学国很次常地 离他们有 전� биではolis购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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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1日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率领贸易投资代表团出访菲律宾和泰国 出访首日就在马尼拉大谈晶片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 雷蒙多的谈话不只提到中国 他口中供应链过度集中在少数亚洲国家 地缘政治风险指的就是台湾 美国希望分散成熟制成技术较低的晶片 可以移至美国前殖民地 也是现在坚定的战略盟友菲律宾 不过美国心中分散供应链的首选不止一个 The benefit for Thailand is that as we make huge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stimulate the production of semiconductors that will create huge opportunity for the rest of the semiconductor ecosystem 材料 化学 测试 包装 我们将预计IPEP国家 为了军事发展而获得更先进的技术 雷蒙多强调他没兴趣让美中经济脱钩 但美国不能允许中国为了军事发展而获得更先进的技术 至于是否计划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晶片出口管制时 雷蒙多语重心长地说 科技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 这意味着他每天醒来都要问自己 我们做得足够吗 我们华为的旗舰手机也在走在回归的道路上 去年8月雷蒙多仿中之际 被美国打压制裁到几乎快被逼到墙角的华为 无预警地推出7nm的5G手机 尽管7nm的晶片与国际上的顶级晶片还有很大差距 但中国能够突破美国管制封锁推出MED60 Pro 令包括雷蒙多在内的美国官员感到震惊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port via Bloomberg, Huawei and SMIC, which is a Chinese chipmaking company, used technology from American companies named as California's Applied Materials Incorporation and Lame Research Corp. to develop an advanced 7nm chipset for Huawei last year. The report said on Thursday, adding that SMIC obtained the American machinery before even the U.S. ban. The White House Commerce Department, Huawei, Applied Materials, Lame Research and SMIC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ed to that report. 彭博社指出,中国使用美国技术制造7nm晶片的消息显示 中国至今还没有能力摆脱外国的元件和设备 独立制造先进的半导体科技产品 华为的5G手机也就算不上什么重大突破 而面对美国的全面围堵 中国自是不会坐以待毙 The 2022 Chinese government directive expands a drive that is muscling U.S. technology out of the country and effort some referred to as Delete A for Delete America Document 79 was so sensitive that high-ranking officials and executives were only shown the order and weren't allowed to make copies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said It requires state-owned companies in finance, energy and other sectors to replace foreign software in their IT systems by 2027 American tech giants had long thrived in China as they hotwired the country's meteoric industrial rise with computers, operating systems and software Chinese leaders want to sever that relationship driven by a push for self-sufficiency and concerns over the country's long-term security 阿尔街日报报导说 美国国安局前合同助攻史诺登 2013年曾经披露 美国当局曾入侵中国的移动电话通信 高效和民营企业 这让习近平更加坚定决心要使用国产技术 对于在中国的美国科技公司来说 这是个不祥之兆 并写在了79号文上 这个名称是因文件上的编号而得名 其目标是替换提供日常运营的外国软体 从基本办公工具到供应内管理不一而足 Officials in Beijing issued Document 79 in September 2022 as the U.S. was ratcheting up chip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on Chinese tech companies It requires state-owned firms to provide quarterly updates on their progress in replacing foreign software used for email human resource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with Chinese alternatives The directive came down from the agency overseeing the country's 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数据和采购文件 以及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 中国国有企业已经尽职尽责地 加大了对国产品牌的采购力度 研究机构说 过去五年 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戴尔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几乎减少了一半 降至8% 另外包括微软、IBM、思科 近年来都已经减少了在中国的销售份额 面对美国全方位的科技围堵 甚至包括可能被台海战争卷入的台湾 都不再是美国信赖的对象 倒逼着中国必须自力更生 发展自建供应链 过去十年来 习近平一再强调技术创新 今年更首次将AI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两会结束后的 第一个公开行程 就选择调研人工智慧和晶片装备企业 意在突出 AI在中国目前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核心地位 以应对西方技术围堵的雄心 努力实现弯道超车 只是这不花个五到十年 谈何容易 其实美国在AI的部分 尤其是AI晶片或者相关的技术里头 是遥遥领先中国 可能五到十年 但是对中国的恐惧症 这成为美国现在的主流的声音 事实上是中国自己本身 在这场科技战里头 很可能因此他的经济 找不到一个短时间 五年之内很好的一个出路 所以我们刚刚最后问说 当习近平喊出要玩倒车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自主研发 而中国所谓的销A 销A就是America 这个行动能不能够成功 可能要五到十年 大家才可以见真章 而前面我们又报道 他的房地产还在恶化当中 其实中国实质的情况 是中国现在的状况 是前所未有的糟糕 但是在美国的所有的报道 跟美国的国会议员 跟美国的重要的 一个军事专家 或者情报专家里头的口中 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强大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彭幕社的报道 一位美国高级的防务情报师 被邀请到了美国的 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里头作证 他在3月12号的时候 这位Jeffrey McCormick 他说了 他说中国二十年来 努力通过大量集中的投资 开发测试和部署 推进了常规和核武技术 跟能力的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造就了 全世界最领先的 高超音速的武器库 而美国是落后了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谈话 现在的技巧远 ard输的方向 刚刚富人技术 跟抗海派 nik China's progress is resulting from its effor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o dramatically advance its capability in conventional and nuclear-armed hypersonic missile technologies. This has been done through intense and focused investment, development, testing, and now deliveries to the PLA. China has an extensive and robu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and PRC researchers have claimed these facilities help expose crit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ssues before missiles are tested. 中央院押倒性的票数让TikTok要求和在中国当地的母公司自己跳动要剥离. 目前参议院是搁置的,但参议院会不会过了这个法案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情报组件哈恩茨,有的人说他是替拜登政府讲话, 但无论如何他的谈话一定会影响美国的参议员。 他也是出席中央院里头的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叫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就针对中共有所投资的某些企业。 他们说只要被这个委员会盯上,这个企业就完了。 那么最终呢,他们就提问他, 问美国的情报总监哈恩茨说, 如果TikTok不从自己跳动脱离的话, 那美国的总统大选会不会被TikTok影响? 我们来听一下韩茨的回答。 TikTok has already been used to influence the elections in 2022, and then on that same page it says, TikTok could, quote, attempt to influence elections in 2024. So, Director Haynes, you cannot rule out that the CCP could again, just like they did here, use TikTok as a platform to influence 2024 elections, right? We cannot rule out that the CCP could use it, correct? 常常说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乌克兰, 无论如何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目前的一个情况。 首先,在最近的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Foreign Policy》, 有两个人一起撰写了一篇文章, 这是美国军委上所出钱的智库 Rand Corporation,兰德公司, 一位资深的政治分析师 Samuel Cherub, 以及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主任 Jeremy Shapiro, 其实他地位是很高的, 他们联合撰写一篇文章 在外交事务期刊里头, 这篇文章叫做 如何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外交铺路 How to pave the way for diplomacy to end the war in Ukraine 这是唯一的一篇文章吗? 要求现在要end the war, 结束战争, How? 怎么做到? 事实上早在去年2023年4月的时候,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人物之一 在智库里头叫Richard Haas 他就已经写了一篇文章 2023年春季大反共, 2024年就是要谈判停火协议 如今这些说法已经变成了 不只是美国的少数专家 而是美欧非常多的专家学者智库 都一起撰文好几篇文章 我们是找到大概地位最高的 但有好几篇文章都要求呼吁 恶务要停火协议谈判 这是在基辛吉生前他就讲的 就是比照当时朝鲜败岛的模式 彼此不讨论主权问题 我朝鲜也认为南韩是我的 我南韩也认为北韩是我的 可是停火协议这件事情是要做到的 所以就把主权的议题搁置 双方占领的地方就变成既有事实 但是把这个问题搁置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停止这一场战火 而目前欧洲有超过40% 就41%的迷意 希望欧盟跟欧洲各国向乌克兰施压 这已经不是说我要经过你乌克兰同意 而是施压要求他必须要上谈判桌和俄罗斯谈判 他们不愿意为了乌克兰 而饱受或是可能受到普丁两度的核战威胁 这里头尤其德国是没有核子武器的 好几个国家也没有核子武器 即使拥有的也不会希望发生战争 也没有人愿意为乌克兰打仗 而另外一个是20%的人都认为俄罗斯是会赢的 这是民意 而专家认为呢 专家认为在这场战争里头 俄乌战场的战局已经很难应力转 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已经占领地方就占领了 他在占领的还会在占领 你不可能拿回来他已经占领土地 更不要谈克里米亚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停火协议 否则的话这个问题会一直扩大到 很可能触动欧洲变成一个可怕的火药库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没有人派币帮你打仗 美国的国会没有办法通过预算 拜登绕过了国会 在他的行政权的范围里头 给了一笔很少的钱的军事预算 然后接着西方的军员越来越少 人们称说简直是强弩之末到什么地步 其实我看了也大吃一惊 我一直说做代理人战争 大家要小心 目前乌克兰兰已经三天没有炮火 可以打仗 可以开火 战场这一头的沉默是一种失败的氛围 美国CNN记者独家执行乌东前线 无均缺少弹药的重镜 这里的坦克甚至出现三天没有开火的情况 欧武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后 西方的军员以后既乏力即进断墜 不论是美国勉强在挤出3亿美金的弹药援助 或者纽约时报披露 最快在7月交付乌克兰6架F16战机 这都是杯水车型 对层僵局的战场毫无帮助 事实上西方内部的反战情绪高涨 源于欧乌战争的欧洲农民抗争 更成为极右翼政治势力的文创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资深政治分析师查拉普 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主任夏比洛 就在外交事务期刊共同发表一篇题为 如何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外交铺路文章 认为现在是时候讨论谈判的事了 这是对12个欧洲国家 1万7千人所做的目标 凸显了欧洲的美意 尽管当前基辅与西方国家 与莫斯科间几乎没有共同点 但查拉普与夏米洛在文章中指出 所有涉及这场战争的当事 似乎都同意一个关键问题 这场战争将透过谈判结束 法国总统马克宏持续会稍早出兵 乌克兰引起渲染大波的言论辩护 不能在危机当头时当个农夫 这看似不符合欧洲普遍的名义 却是身高规则的边缘政策 一战逼合的新赛局 这点只有荷兰的国防军参谋长 都懂了马克宏的谈话 但出兵乌克兰的边缘政策 显然让欧洲政客难以解说 纷纷表态不是选项 德国警报还因此抨击小致 否定马克宏的想法 只是短视尽力地争取德国内部 普遍反对更多涉入战争的名义 以拉抬自己的支持度 却可以忽略这是拥有核武的法国 一直以来在安全政策上的战略行动 更善于边缘政策的普丁 在马克宏的出兵论后 再次寄出核武威胁 从赛局理论的观点来看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接连 发出可信的规则 然后当这场俄乌战争 进入重复的囚徒困境赛局理论 的其中 最终可能导向合作的结果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本周正式抛出俄乌战争 最终外交解决的看法 凸显在难以满足乌克兰的弹药需求 战场情势难以扭转下 西方正寻求体面的结束这场战争 当然这并非教终以苍生为念 呼吁乌克兰举白旗投降 那么粗暴简单 查拉脱与夏比诺 在外交事务期刊的文章中就指出 在进入谈判前 什么是基辅与西方国家 能接受的战场条件 这需要先行的外交协调一致 而西方国家必须让乌克兰理解 如果不结束战争 再多的援助也无法确保 乌克兰的安全和繁荣 Most Europeans believe that this war will end in some kind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 and this is certainly true from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most wars do end in negotiated settlements but the fact also is that those negotiated settlements usually reflect the military balance of power on the battlefield and so in order to sustain European countries military state financial aid to Ukraine to keep Ukraine in the fight 而普丁稍早接受前福斯电视台主持人的专访内容 恰恰是查拉脱与夏比诺 在外交事务期刊的文章中 提醒各方把握 传达任何进行外交谈判的信号 普丁比普丁更正常 他认为战争的结束 不仅是一场战争的战争 而是一场战争的战争 会不会比较好 尽管普丁这段访谈被认为是毫无尺碍 但如查拉脱与夏比诺所言 任何交战方进入谈判都不会在一开始就处在红线 这需要一系列外交信号 我们也要赞养 对施战争的结束 而我们已经准备一场战争 在哪里 在美国会参加 涂争的协议 曾经成功斡旋 俄乌达成协议的土耳其 企图再重新撮合两国和谈 而中国的欧亚事务 特别代表李辉 也在近期开启 第二轮的传说外交 这都是战争转向 政治解决的积极信号 即便走向最终谈判 是漫长的过程 却是结束僵局 且残酷的战争 没有替代方案的选择 是不是一定要住在美国 而且出生于美国 比于MIT 你才可以成为 这一次AI的领航者 我们在上礼拜 为大家报道了苏兹峰 之前我们特别报道了黄仁勋 这两个人都是父母亲 移民到美国去 然后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台湾人 两个人都是台南人 今天我们为大家报道 是出生台北工专 跟我同年66岁的梁建寇 他是台北工专毕业 之后才去美国读书的 结果他创下了 美国的Supermicro的 领航者 AI领航者的奇迹 如果从股价来看 NVIDIA从今年到现在 涨幅82.35% 因为他最大的涨幅 都在去年的第四季 Supermicro的话 是涨幅了274.44% 从今年到现在 涨最多的是Supermicro 就是梁建后所领导这家公司 AMD涨幅是37.87% 三个都跟台湾信息相关 有两个是父母亲 是出生在台湾 而且把他的孩子 在美国诞生 和台湾颇有渊源 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梁建后 是台湾所配置出来 他被工专毕业 后来自己到美国去 然后他找到了他的创业 他现在66岁 也不是很年轻 并不是像Sam Altman 才37 38岁 而他却创造了AI的奇迹 跑跑跑向前跑 在AI人工智慧研究积累数十年 产品生成一举爆发 后市依然大有可为 而掀起的这场 华尔街投资盛宴中 已经有人在AI赛道上 超车了最初的市场领跑者 招出战时 无人能出其右 天花板等级的股价涨幅 且是还在冲向 占不见终点的疯狂赛道 AI需求热到发烫 让宇慧达同样成立于 1993年的Supermicro 美国伺服器大厂美超微电脑 在生根产业30年后 迎来企业股价 翻倍成长的连续惊叹号 2023年3月 美超微股价首次突破100美元 一年后的现在 2024年3月 已经稳稳跨越千元大关 年涨11倍 三年33倍的惊人涨幅 是苏自丰领军 市值欲3000亿的超肥 和黄仁勋为主帅 外企业规模以机身 兆元美金俱乐部的回答 都难忘上背的记录 而美超微之所以具备 如此庞大的资金巨龙力道 能在AI巨浪打来时 冲上浪头站在高纲 掌门人良见后给的答案 自信且明确 过去我们在市场或许不抢眼 但机会就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人们可能会认识 你会认识 因为他们认识 Did not this think about Supermicro in the frame of AI Yeah In a way that they haven't before, but tell me Originally what was the idea behind Supermicro? Okay people may feel we are new because before we are kind of engineering centric company I and our people folks are not enabling all of the technology 特别是标准备解析解析 检查组织 我们能保持最静一样 但目标是 让我们的核心 我们的核心 在世界上最好的 今天我们已经准备了 不是到底ABC 也没有AI一网一后 苏兹锋黄仁勋自小移民 美国的深厚留学背景 66岁美超为执行长梁建后 是从英语访谈的亲切口音 就能让你我猜到成长背景的 架杠台湾丁娜 嘉义出身 毕业于北科大前身台北工专电机科 与台科大前身台湾工业技术学院电机系 并赴美深造 取得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电机硕士 一路返台回母校任教职的梁建后 又选择回到美国 进入多家高科技企业任职 包括IBM相容晶片开创先锋 已由英特尔并购的美国半导体业者C&T 当时矽谷在科技力创新上的百花齐放 让梁建后大开眼界 并种下他决定创立个人企业的契机 1993年在无惧众人批评 不被看好之下 只一选择在营运成本高昂 且最不乏竞争对手的加州矽谷 创立Supermicrocomputer 三年多前 与华尔街日报母公司 道琼斯集团科技长面对面 梁建后给予第一道专访提的答案 正是如今令他得以成为 AI科技成浪者的最佳解答 Charles, it's great to see you again Why did you set Supermicro up in Silicon Valley? What was your thinking of establishing Supermicro there? In Silicon Valley, there are so many technology leaders Hardware, storeware, application So I'm very happy to talk to all our leaders And optimal solution for our potential customers Supermicro has grown from Silicon Valley To be a huge multi-billion dollar organization Who are some of your customers today? And who do you see being your customers of the future? Before, we have most customers from high-tech Now, we extend our market to other territory 甚至公司规模难靠价格取胜 梁建后创业支出未打算已小不大 他选择深入了解客户需求 让旗下伺服器产线多元化客制化 其中类似组合乐高积木 规格多元的模组化模式 让合作客户每每想替换或升级伺服器时 无需悉数态换购置新品 而是只要更动部分零组件即可 也正是这种可自定内容的伺服器供应模式 让美超为进化转型成 今时今日可替电脑产业资料中心 云端运算及众多科技公司 提供IT解决方案的AI伺服器供应商 顺势成为另头羊之一 and SuperMicro is unique 它 fits in the space where it's offering those high-end servers focusing on that AI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the company's growth is still very promising I think their high-performance server technologies is really in high demand just mentioned it's designed to support all different kinds of CPU, GPU across different generation for different applications even IO 每超回也因此与AI双雄 挥达超回有着密切商业合作 而两位年纪较轻的同行领导者 也都曾公开赞赏过梁建后 始终坚定初衷的经营哲学 苏自锋两年前共同受访 形容一同在AI领域中打滚的梁建后 是勇于挑战的勇者 交情深厚的黄仁勋 则是在去年替梁建后 站台台北国际电脑展演讲 不可否认深沉是AI爆发后 百家争名为矽谷注入了 源源不绝的全新活力 每超回也才得以顺势崛起 成为科技创新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然而梁建后个人的经营哲学 不怕挑战 接受挑战 解决挑战 无疑才是他掌舵30年后 带领美超回 要为AI浪潮砥柱之德的成功哲学 文前十周 曾经在签止 为大家特别报道 印度的崛起 许多人认为在21世纪 会是三个霸主 轮流的成为全球的霸主 第一个是美国 很可能持续到2050年左右 甚至更久 其实中国它的时间会很短暂 然后它会被印度所超越 但又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印度呢 真的要崛起 它面临非常大的 宗族主义的问题 因为现在印度的总理莫迪 正把印度打造成一个印度教的一个国家 而它自己就像教皇一样 它不算是一个民主国家之外 更严重的是它国内至少有两亿 不是两万 是两亿的人口 在14亿里头占七分之一 是穆斯林 而最近印度呢 居然公布了 国会空过的叫 公民身份法 名列 凡是属于穆斯林的 它都不接受 他们可以变成难民 或是移民 搬到印度去 这当然会引起相当大的抗议 所以未来整个印度内部的 种族宗教的冲突 会相当的惊人 以犹太人坦体在美国的游说力量 美国的任何重要的政治人物 不太可能全面的攻击以色列 但是攻击纳坦雅胡是可以的 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也就是民主党的 在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舒马 在这个礼拜正式的攻击了纳坦雅胡 他认为以色列应该及早的举行大选 然后取代纳坦雅胡 刚开始的时候 白宫不敢赞成他意见 说我们尊重一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他的谈话 到了星期五的时刻 拜登跳下来 他说我支持他的说法 他的说法是说 他赞扬了参议院师们 猛烈抨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谈话 一次很好的谈话 不仅我本人 而且许多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感觉 所以美国大致现在 如果对于以色列做法 不同意的人 能够做到的就是批评纳坦雅胡 而不是批评整个以色列 但是事实上以色列大多数的人 是完全支持这一次对加拉萨走廊的攻击 只有一部分大概30%到40%的人是反对如此 因为他将会使以色列在未来国际里头是蒙羞的 而欧盟的外交高层官员最近首度的公开谴责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原因是以色列所以可以见过 当年纳粹对他们的大屠杀 所以一刚开始 德国的总理肖子说过被批评 法国总统马克宏说过也被批评 现在他们不再沉默了 欧盟的高级外交官员 直接的接受美国广播 美国PBS公共广播电台的访问 首度使用了大屠杀三个字 谴责以色列在加撒的军事行动 过去一面倒向以色列的西方强权 在以色列五个月的赶尽杀绝 不成比例的报复战后 终于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杀戮 定调为和希特勒当年屠杀犹太人一样的大屠杀 欧盟最高外交政策官员伯瑞尔 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访问时直指 加撒已超过至少三万人死亡 两百万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成为难民 这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在英国的联盟里面有预划 一预划是搜索两国的解决 给巴勒斯坦人的正确 我们想要有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政府 当然我们想要有一个预划 可以跟这个方法相比较合适合 似乎 尼泰尼亚曾经说 他最确定的解决 伯瑞尔表示 以色列正以饥饿作为战争的武器 大量证据表明 以色列军队在边境管制并阻碍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加撒 而美国总统拜登竞选期间虽然两手策略 一方面出售武器给纳坦雅胡政府 一方面设海港码头空投救援物资 但14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多数党领袖舒默 终于站出来说话 指责纳坦雅胡 并建议以色列应该尽速举行大选 换掉纳坦雅胡 而标榜人道主义的拜登 对于舒默的发言 交由白宫划清界线 仅表示同党参议院领导人 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 不过美国政府官员仍专注于 与以色列之间的合作 进行防御 不过拜登要不要和以色列总理 纳坦雅胡摊牌 拜登上周早已隔空 动作频频 3月7日拜登国情咨文演说结束后 在麦克风未观的情况下 被录下了一段话 录音透露出拜登对纳坦雅胡 在停火谈判的不合作 赶尽杀绝 博有为辞 9日他接受MSNBC电视专访 公开质疑纳坦雅胡 处理加萨战事的方式 对以色列伤害大于帮助 拜登所指的红线 主要希望乙军 不要入侵加萨南部 最后的避难区 也就是位于加萨走廊 南方和埃及交界的拉法市 周里是百万巴勒斯坦 平民最后的避难之地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有着庞大的美国 犹太人鹰派集团 坐后盾不为所动 他反击拜登 表示他也有一条红线 11日依照伊斯兰教义传统 本应是充满喜乐的摘接月 但以色列政府 无视其他宗教的尊严 执意攻击拉法市 13日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位于拉法东部的一个食物 分发中心 正在分发食物时 遭到乙军攻击 5人死亡 22人受伤 死者甚至包括该机构的 一名职员 所剩无几的粮食供应 在遇上不可思议的轰炸 加萨饥饿的情况 正如欧盟高层官员所言 已成为大屠杀的武器 这使得这场战争更加卑劣 过去五个月来 援助团体只能通过 两个南部的过境点中的一个 进入加萨北部 在艰难又危险的土地上 向北推进 很少有人能成功到达配送点 3月2日 美国与约旦开始向加萨北部 空头扔到救援物资 许多加萨人在海岸边 抢食空飘下来的物资 但数量其实不够 越来越多的国家看不下去 加入人道救援行动 包括法国比利时摩洛哥 还包括曾是大屠杀罪行的德国 由于陆路欲输 在以色列军队包围下难以畅通 海运成为各国援助积极 讨论的另一路线 第一艘带着人道救援物资的救援船 上面再有近200吨的食物 3月12日从塞浦勒斯出发 希望能够带头打开加萨的海运补给线 但从拉纳卡港到加萨海岸距离约320公里 航行时间至少两天以上 五角大厦也表示建造码头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人道援助还不济集 而海运抵达船能停靠在哪里 物资如何分发到内陆都是问题 另外也会面临乙军检查等程序 陆路仍是比较可行的方向 在以色列同意下 六辆联合国的运辆卡车 经由新的路线再次进入北加萨 如同炼狱般的北加萨 活着的人陷入了没有食物 没有药品的生存之战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已有数十人饥荒而死 其中大多数是孩子 12岁的穆罕默德 营养不良又严重脱水 躺在了病床上 而他没有选择红线的机会 还记得过去 大家最重视的科技发表大会 就是Steve Jobs 他还活着的时候的 Apple发布会 现在来到了黄仁勋 回答的黄仁勋NVIDIA NVIDIA一年一度的GTC大会 将在3月18号到21日 而大家认为这一次 很可能他会在San Jose里头 交出大家所惊奇的GPU架构 是Blackwell GPU架构 人形的机器人等等 那么整个大家认为 这些登场会造成一个非常重大的冲击 他们称之为叫AI的Wordstock音乐节 虽然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看到NVIDIA的股价 涨幅非常的多 成为标普500指数里头 表现最佳的股票 而且市值在今年猛增了 几乎一兆美元 但是未来很多各个分析师仍然看好NVIDIA 只是短时间里头 人们会觉得会不会涨太多了 会进行获利回吐 因此会有一些调节 但它完全就像一个苹果产品的发布会 在过去12个月里头股价涨了将近4倍 未来人们认为NVIDIA的未来还没有结束 那下个礼拜我们将看到NVIDIA的这一场发布会 它取代了Steve Jobs 很难想象一个亚洲美国人 他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 恭喜NVIDIA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文切的世界周报 文切的世界财经周报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